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知道的所有俄罗斯战机,都是苏-27这句话有点夸张,但凡看俄罗斯空军的现役战机你会发现,所有苏国一开头的战斗机,都是来自苏-27系列这个大家族,虽然依然有米高阳设计局的作品在服役,但现在的俄罗斯天空,是属于苏国一的。 咱们今天先从层试中国空军最强战机的苏-30系列说起,中国空军苏-30MKK战机,受到美军F-15E战进的影响,苏联在苏-27PEO的基础上,研制出了苏-30这款双作双发多用途战斗机。 苏-30战机北约的号侧位C,属于第三代半战机,值得一提的是苏-30除了本身优异的性能外,还给俄罗斯带来了大笔的外汇,其中最大的两个主顾是印度和中国。 专攻印度的苏-30MKI版,不光是在授权生产线上,大敲诈了印度一把,而且据传完出口的成品苏-30MKI大多装备的都是寿命仅有50个小时的二手发动机。 毛子似乎对敲敲阿三情有独钟,而装备中国空军的苏-30MKG,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撑起了中国空军的空中脊梁。 库子涅佐夫上叫号航母上的苏-33苏-27,不光想要制霸俄罗斯的天空,还想飞向山。 来,于是并有了苏-33舰在战斗机,北约8号,海测位。 作为苏联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舰在战斗机,甲克-38只垂直起降,且兼顾对地对海攻击,苏-33KF-1就遇到了苏联解体。 虽然俄罗斯继承库子涅佐夫号航母,但常年待在基地为不堪忧,好不容易出自海,黑银滚滚和秀机斑斑,差点就成了全世界的笑柄。 况且,库茨涅佐夫号航母上的舰在机编队,从来就没有马编过,仅靠零星几架维持日常训练,但是在中国被放置升级成了主力舰在机间15,可谓墙里看华墙外乡。 2015年飞越波罗的海的苏-34苏-27,还有一种较为奇葩的改进型苏-34,原代号为苏-27IB,该机的奇葩之处,在于设置了微型厕所和厨房,战斗轰炸机,北约代号,后卫。 因为扁扁的机头,于是有了压子兽的绰号。 苏-34虽然号称是一款级拦截、空战、轰炸于一体的全能战机,但实际上其主要能力,还是体现在对地对海攻击上。 现阶段苏-34在俄罗斯也只保持着低速生产。 在莫斯科MAKS-2009航展上表演的俄罗斯空军苏-35苏-27线阶段的最新型号为苏-35,苏-37未能投产,被约代号,超侧位。 该机是在苏-27基础上,进行深度升级的超机动多用途战机,最重要的是苏-35,已经正式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,成为又一款为中国。 空军入力的苏-27家族成员,俄罗斯空军的苏-35。 Coast Guardiola Youtwin 斯科MakS-2009 Marian Sherman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